问一下 问一下 钟婷 因为你的这个工作 是非常繁忙的 比如说你是妻子 是妈妈还是女儿 工作是成为你生活的一个主轴 特别你孩子还很小 所以当孩子小的时候 未必理解妈妈每天要做什么 我孩子会说 我妈妈是去月球挖土的 上月球挖土的 因为你去给他讲 月让采样 太专业了 他才四岁多 他听不懂 他问我到底去干啥 我说我们就去月球上挖了点土 挖点土回来 看看那地球上的土 一不一样 能不能种东西 说完这个事之后没多久了 就是嫦娥的那个采样 回来的样本 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然后国家博物馆 他也做了一些航天文化的那种 周边纪念品 其中有一个玩意儿特别好玩 他们做了一个 就是外包装是一个透明的球形 里面是一慕斯蛋糕 底下是巧克力慕斯 然后它在上面贴一圈纸是来自月球的土 然后它的餐具是一个小铲子 然后那种的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可爱 然后我就买一个回家给我女儿尝尝 他说我才不要吃呢 这个不能吃 然后我告诉他 这个你尝一尝 尝完了之后 他去幼儿园 跟他同学说 我吃过月球上的土 小朋友们 月球上的土可好吃了 巧克力味的 哈哈哈哈 哈哈